有考試嗎? 啊? 考的嗎? 現在 現在 現在是現金的概念 對不對 好像好久沒人上課了 那個 所以今天 這個 那個 助教你把他們的功改好了 現在一題我還沒 因為 第一次有四題一人改一題 只有我還沒改 所以 所以 要怪我不用怪助教 禮拜四可以改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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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今天我要證明這個隱藏論定了 這個 這個 就是我有講過 就是這個 反正是不是跟你講 這個問題是 可是文件裡面 比較難的兩個定義 因為這證明 其實有一點點複雜 所以這個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敘述法 上次我已經稍微講一下它的什麼意思 不過今天我就是要來證明它 那現在就是呢 你開始有個函數呢 它是從U打到RM的 它是一個項量函數 幾乎是在RM裡面的一個開機 那S呢 這是什麼意思 結商就是你現在有G呢 G你可以看的是 因為它打到RM 你可以看的是有M的方程式對不對 然後它的變數是在RM裡面 那你現在要看說 這個M的方程式所決定的0根 就是這是M 因為這是代表M的方程式 都是0 那一點 它是什麼一個集合 那現在我們假設說 假設這個集合是空集合 那而且你現在開始有個點 在這個集合裡面的話 那它就是說在 那你算這個函數的這個 的這個天圍分 這我在解釋什麼意思 所以說你法看的是 因為G是 我現在的符號是在這個在RM裡面 我把它拆成兩部分 就是一個是在R的 因為N大於N 因為N大於N 所以前面有N-N的變數 前面N-N的變數 後面N的變數叫Y 那G是SY的函數 所以你可以對S做配分 對Y做配分 然後你考慮呢 G對Y做配分的部分就好 所以這是一個MXM的規則 再為解釋一下 那假設這個是Invent 這是一個方程 假設這是一個A 是可逆的這個矩陣的話 那就存在一個兩個open set 就是這個V是在RM裡面open set W在這個N-M的open set 使得說呢 這個集合 就是這個所捲點零根的一個集合呢 在AV點附近 這重點是AV點附近 它呢就可以寫的是 因為V是在正點附近 它在正點附近呢 可以寫的是一個函數的圖形 其實也許我稍微解釋一下 例如說 你現在考慮說 例如說 我們看一個 假設是一個變數 就是假設說 因為這個有點抽象 你可能看不懂要在做什麼 我們再來看一下 就例如說 請帶我來解釋 例如說現在這個 這個呢 函數呢是 G是這個函數 G是從R2 達到R1函數 例如說G這個SY呢 是等於 S秒再加Y秒幾到1 對不對 對不對 那這個S這個集合呢 其實就是它的0個 S是等於是 XY在R2裡面 我現在D在整個R2裡面 好 那這個等於你的這一點 所以就是說 這個等於你的點就等於是 X秒再加Y秒幾到1 等於你的點 所以呢 這個 所以這個東西呢 我們知道它怎麼會 因為我現在只要讓你看清楚 到底會不會正怎麼會 這個東西呢 這個東西其實就是遠嘛 對不對 就S其實是一個圓 對不對 一個一律式 好 那這個反正是 這告訴你什麼 就是說假設你知道 在一點附近 在一點附近 對後面的別種平衡 譬如說 我們這邊這個函數 Dy 對不對 Dy G 這個時候對 把它看成是Y來 對Y天為分 所以對Y天為分 是2y 對不對 所以假設它不等於0 就是在不等於這個點 就是 Y上面的點 Y不等於的點 所以譬如說這個點 譬如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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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這點附近 在這點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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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 圓可以選 S的函數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反彈數 就是這反彈數 就開始說 在 你落在這個 方圓式的0跟上面的這個幾何 如果它的這個 對G G對Y的朋友不等於0的話呢 那 在這點附近 Y 就是這個後面座標 可以寫的是S的函數 所以這個就代表 在這附近 Y是可以寫的一個F的S函數 就這點是配線 這上面的配線是 S Y Y Y呢是 我這個是H HK的函數 所以這個反彈數 第0 就是 S Y這一點 落在這個幾何 就是這個0 方圓式0跟上面 在這點附近呢 Y配線一個函數的0 這個之後是Nir Nir這個 這個點 01 好 因為01暗示外裡面 對 好 這個反彈數定理 對不對 對 意思是這樣 現在我們來證明它 OK 來 現在怎麼證明呢 證明來 我要用這個 用這個Inverse-Tonency 我要證明這個 對 對 好 其實 其實這兩個定義 基本上是等價 就是 其實有另外一種證明 是你可以先證明 反彈數定理 然後倒過來正體 函數定理 不過我現在是用這個方式 OK 怎麼證呢 我現在要照 因為這個反彈數定理 反彈數定理是 就是你要造一個函數 是要達到同樣維度的 對不對 好 現在我就用 我要用這個東西來當 其實我可能要先找一個 這種配線 就是我這個底Y是什麼意思 好 也許 先講一下這種配線 正面自己 就是我現在呢 這個SY 對不對 這等於是S1一直到X的N-N Y1一直到YN 這個是落在R的N-N裡面 這是落在R的N裡面 前面N-N的作標我用X 後面N-N的作標我用Y 好 那我知道說 因為G是什麼 G G是SY的函數 G是從RN G是從U落在RN達到RN的函數 這什麼意思 G SY 因為這個就在RN裡面 SY是落在RN裡面 因為前面就是N-N個 後面N個 所以湊起來就是N個 所以G和SY呢 我們可以寫的是 因為M個函數 M個達到R 所以是有M的作標 G1的SY G2SY 意思到Gm的SY 那我們這個Diffension 你什麼 如果你記得 Diffension G-SY 一般的時候是 其實是等於什麼 是對所有的軌點 G1 軌點 G2 然後意思到軌點 Gm 是這個邏輯 對不對 那什麼是軌點 就前面呢 就是你對所有變數都配合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變數 就是partial S1 partial G1 對不對 然後意思到前面是 partial S的N-N 兩個變數都是對G1做配合 對不對 然後後面這邊是 partial Y1 partial G1 意思到partial Y1 再有partial G1 對不對 所以每個都做 對不對 意思到做到G2 所以是partial S1 partial G1 第2個函數 對 因為每個函數都是S1的函數 對 S1這個變數做的 編為 意思回到對S 最後一個變數是N-M的變數 就是N-N 對G1 然後這邊就是partial Y1 partial G1 partial Y1 partial G1 好 那我的符號是什麼 這符號就是說 這邊是把它寫的是 這邊你可以看到 前面這個問題 竟然是對S做P為M 對不對 所以往前面這個 這個N 乘N-N的這個曲線 你把它叫做B 對S做P為M G是這樣 後面的東西就是 D Y G Y 所以我符號是兩 所以後面這個東西把它叫做 後面這個東西把它叫做 D Y G Y 所以D Y G Y 是後面這個曲線 是一個N乘N的曲線 是一個 所以這個是一個 一個 M 因為它是有 M的函數 因為它是有 因為它打M 所以G G 然後Y的變數有M 所以 這個偏分之後就是一個M乘N的曲線 所以這是一個方正 所以我們的條件是說 這個方正是 N-Singular 就是它 Datomy不等你 所以這等價 所以這是 這是我們的 好 這樣可以嗎 OK 下面呢 我們 所以我要來正則音 所以我要先照 因為這個 這個函數是從 RN打到RN 所以它只有 給你M格的部分 所以我要補上 N-M的東西 可是呢 你這幾個很自然的函數 就是說 因為我把 這個RN 拆成 N-M格跟RN 所以我可以照 6S來定義它 我定義 這個F呢 就是這個F 我先把它拆成SY S落在RN-M裡面 YS落在RN-M裡面 好 那呢 我把它拆 我要打到RN 基於SY 已經給我RN了 這是在RN裡面 所以我要 我要 湊另外一個加法 是落在 RN的N-M 所以呢 這個其實很容易 就是把它帶S下去 好 我定義這個函數 所以這個就是 從RN裡面 打到RN的函數 對 因為這個是在RN裡面 所以湊上這個 S之後 在RN裡面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在 在 同樣維度函數 那 要用函數量 我們要做什麼 要算它的 這個 Defential 對不對 所以Defential 這個F 好 大家想想 這是什麼 所以說 你現在的函數是 你要記得 你這個 這個先把它看是 就是說 你要 你要記得 我們在做Pingway的時候 做這個 Defential的時候 是怎樣做 是把這個東西 先把它看成 一個Column Bacon 對不對 所以我先把 Identity 是一個Column Bacon SG SY 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呢 對它做偏為分 所以這個東西 對S做偏為分 其實就是Identity 對不對 然後這個東西 對Y做偏為分 就是0 這是N乘M N 這是N乘M的取正 因為這對Y做偏為分 是0 因為這對Y做偏為分 因為這個交換 對Y做偏為分 是0 對不對 然後這個 這個東西對S做偏為分 所以這就是 這個符號 Defential of SG SY 對不對 然後這邊就是Defential of Y G SY 你想想看 這個根本 這是定義而已 對不對 因為你 這個 這個曲證呢 對X做偏為分 是這樣 後面是對Y做偏為分 設置0 對不對 然後這個曲證 前面對X做偏為分 就是2 然後 這個東西對Y做偏為分 就是DyC 所以這個Defential的寫下來 其實就是這個矩陣 好 這可以嗎 這是定義 如果用我剛剛的定義去寫 所以呢 要用這個反應師傅定義的話呢 我要算它的這個 是不是Invental 可是 這個矩陣的Determine 一個矩陣 因為這是一個 N乘N的矩陣 這是一個 N by N的矩陣 好 所以這個東西 Determine 這是什麼矩陣 現在是Binneutra 對 OK 這是一個什麼矩陣 這是一個 這叫做一個 英文叫BlockMatch 不知道怎麼叫什麼 方塊矩陣 就是它可以看的是 四塊矩陣 這個大矩陣也可以分成四塊 這個東西是0 那這個Determine 是什麼東西 你們現在不是在叫Determine 所以這個Determine是什麼 所以這個Determine是什麼 換你叫這個 翁老師靠這裡 呵呵呵 這樣 好好好 好 這樣 你覺得他會聽我的嗎 呵呵呵呵 你太高估我的能音響力了 呵呵呵 所以這個Determine跟矩陣 對 這個Determine是什麼 這是一個 BlockMature 對 這個Determine 等於是這個Determine 成是Determine 對不對 這個現在說 應該Determine有這個矩陣 Identimation 再踩到Determine下面這個矩陣 對 這個是現在數的結果 其實你是不是 矩陣可以分成幾塊的時候 一個方陣矩陣 如果中間也會 這邊是0 或這邊是0 的話 那它Determine就是這個跟這個而已 因為你可以做這個 這種證明 你可以做Row Relation 把這些都消掉 做Row Relation的時候 不會影響矩陣 所以這個可以變成0 所以這個Determine 就等於這個Determine 這個Determine是1 對不對 因為這是Identimetric 這個矩陣是 是這個 是這個 n by m n by m n by m 的矩陣 所以這個Determine就是1了 對不對 這到底是Determine Determine 這個方塊 這個矩陣 那現在我的矩陣是說 在Av這點是 所以我把它帶進Av的時候 Determine Differential F 在Av這一點 當然是Determine Differential of y G respective y 在Av這一點 它不等你 這是我的三角度 因為 因為 這個D 第一 因為一個矩陣是 Inverto的 它是 弱協六 它是Nonsignal 因為這是方塊 所以我們知道說 所以這個就可以用反彈數定理 對不對 因為呢 U是一個open set 然後Determine不等於0 所以我可以找到一個open set 使得它打敗它是可逆的 是可逆的 所以呢 所以我把Differential 把它入進去 好 我可以存在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open set 看一下 好 好 V跟Q 所以我的open set 誰要open set V跟Q都在RN裡面 是的 這個 V大量包含Av這一點 對不對 對不對 而且呢 這個 這個 Q呢 要包含 這個 這個 F over Av 所以要包含這個 A G 好 因為就是 F A V 是要落在W 落在Q裡面 應該是 在 這點跟這點 物件是可逆的 就是 V跟Q是open set 然後使得它 可是你先看一下 什麼是Fab Fab Fab的定義是A 對不對 A Gab Gab是怎樣 我假設說 這個 Gab的定義 因為 Av是落在 這個集合裡面 Av是落在這個裡面 這個裡面是代表是 這個方程式的0跟 所以 Av是這個點在Q裡面 A1 這點在Q裡面 所以我現在 實在一個 我會說 使得說 使得 Av在裡面 A1 這個點在Q裡面 而且呢 它有一個 Inference 指得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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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呢 是 從 V打到Q 是 E對1 而且是 Untu 然後它有 Inference V V 然後它的反反數 是G G是從Q打到V 它是C1 所以這是反反數點 好 那 那這個反反數 可以來怎麼樣幫助我們 我們來看一下 它這個要用它 反反數的定義是什麼 就是說這個F跟G 做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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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成之後呢 我知道 F跟G做合成之後呢 它要是等於Sy 這個是當 Sy是 落在 因為G的定義是在Q 當它的Q裡面 或者說是 G跟F做合成 我用同樣一個座標 不過我是代表不同的點 就是 F呢 的定義是在哪裡 在V 所以這邊那個時候 Sy是落在V裡面 這兩個東西不一樣 就是Sy 我是一個座標 假設它都在Q裡面 它的F跟G做合成要等於它 G跟F做合成要等於它 所以我知道這次 那 其實你想看看 這個 因為F的這個 它是一個特定的 它長樣是 Sy是打到SG 所以它反應處 你可以猜到 因為這邊基本上是identity 所以反應處 G of xy 這個應該也是X 我怎麼看到 所以我假設說 G of xy 我現在找G的公式 所以假設G Sy 因為G也是從 R2 都是從RN到RN 這個 在R2裡面 所以它是K寫的是 我把它寫的是 我把它寫的是 前面N個變數叫做 我把它寫的是 K Sy H Sy 好 這個時候 我把它分解成兩步的時候 這個是落在 R的N-N裡面 這個在 R分裡面 那我現在用到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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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跟G 做合的是Neta 所以呢 這個要說 所以我要帶 所以我要帶 F 因為這個 Sy 是等於 F跟G做合什麼 因為Sy是Q 因為按照我定義 A跟G做合的是Ident 所以Sy帶進來的時候 是等於FG的Sy 可是呢 我假設G為Sy的公式 是K跟H 所以帶進來的時候等於是 F over K Sy H Sy 對不對 可是F的公式是什麼 F公式是說 前面的東西是一樣的 對不對 F over這個 這個 這是我的X bar 這是我的Y bar 對不對 它是哪裏 F S bar Y bar 是哪裏 X bar 是一樣東西 所以是K Sy 對不對 然後後面是G 因為我的FD是 你給我兩點 它打過你什麼 是前面是一樣的 後面是G G做合成 這兩個變成 雖然是G 合成這兩次 等於G over K Sy H Sy 對不對 所以要等於Sy 可是比較 這左右兩邊 代表K Sy K Sy 所以代表G是G 就是G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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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所以呢 這個反應數呢 它的特型 它等於是 X 所以這個 因為我這個F是特別的 前面是固定的 所以反應數應該前 這個前面它按個也要固定 所以這證明就會連來自己發展 我們下面來幹嘛 下面呢 我要證明說 這個 我要找這個 這個附近的點 跟它做交集的時候呢 它是一個函數的圖形 好 我現在怎麼看 所以呢 我現在已經知道 這已經不需要 這不需要 讓我把它插掉 所以我現在做了幾個 我已經找到了說 F呢 是從 我已經證明了說 這個 這個 F 一開始我的Fxy 是等於 X 這個 Gxy 對不對 然後呢 F呢 是從 V V 打到 Q是1 1 1 5 好 然後它 Inv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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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G 是從 Q 打到 V 記得 這邊還有一個 就是這個 V是八成AV AV這個點是落在V裡面 Q是八成A0這個點 因為剛剛當我的證明 因為 S AV是A0 所以A0在Q 好 而且呢 G是 G是 長這樣子 好 所以我已經找到這樣一個行情 OK OK 下面呢 我們做主事 下面要來 證明說 S 交集V 是 是 在 在 在 W上面的一個Graph 好 現在V我已經有了 V0有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S交集V 要怎麼看 就是 S交集V V什麼意思 所以呢 我現在把 因為 你要記得 V是在 這都在RN裡面點 O 它都是O 好 現在我現在取一個點 在RN裡面 那我可以用我的座標叫XY 因為 在R裡面兩個把它分成S跟Y 是落在 S交集V裡面 那 這個是落在 R的N-N裡面 這都還在RN 好 OK 這是什麼意思 落在S裡面是什麼意思 如果S裡面是說是 是 因為這個 SY 落在S裡面 這代表說 哇 這個是 trivial 這代表說 SY要落在S裡面 而且呢 這個 SY要落在V裡面 這個是廢話 對不對 那 SY落在S裡面 是什麼意思 SY落在S裡面呢 代表說 G的SY 是N 是N 對不對 OK 下面我要做什麼事情 因為這個F呢 所以呢 我現在如果做和整的時候呢 就是這個 所以 SY如果坐在S裡面 G 我們要說 這個 F的這個 這個 SY 對不對 是等於什麼 等於是 G G SY等於 所以它打到 X0上面G 那現在我要用到 我要用到這個 這個 G喔 G做什麼 G呢 是把它呢 是把它呢 打到 X的HS 所以呢 G 好 因為這個F 你知道嗎 XY是等於這個 X0 對不對 可是G作用之後 把它整理 G G跟F作用之後 它是等於SY 對不對 這是定義 因為G跟F做合成是 G跟SY G跟F做合成之後 這個是 可是呢 按照這個 我的選取的方式呢 這個 F XY是等於S 所以它等於是 G的 X0 對不對 可是 GX0 打到 G X0 打到 X H H X0 這代表什麼意思 Y 就是 這個函數的圖形 對不對 所以代表說 這個一樣代表說 Y是等於 H X0 這其實是我的H 所以我把它 定義叫做 所以就看環境正完畢 所以這代表 所以我Define這個HX 只是說 一開始大H這個東西 Y的部分把它帶領下去 所以這證明什麼 證明說 SY 如果在這兩個交集的時候 Y 是 對不對 所以我證明什麼 所以我證明說 SY 如果在 S 交集 V這個集合的時候 這個 Y 是 就是 SY這個點 Y這個點 是等於 H 的 對不對 因為我這最後證明是 Y等於 HS HS 也就是我的 H 所以代表它是它Graph 所以代表說 S交集 V 是在Graph H上面 這個 因為這個定義啊 光是這邊 所以我這邊就變了 好 那 從這邊有一點點可以講清楚 就是這個 S在哪裡 因為這個 我的這個 W呢 就是我要定義這個 你要想看 這個H定義是在哪裡 H定義是當 就是在 好意思說的點 S0 然後呢 SY呢 是在 V裡面 所以我現在這個H呢 所以我需要再講清楚一點 就是我現在H是什麼 我Define 這個W 是等於什麼 等於是說 然後 X 是這個X 然後這個 SY 是落在 在 V裡面 這點 然後我取X的部分而已 好 弱 C 這個 我還在 需要 我要寫清楚一點 就是我現在要去要求說 這個 我要考慮這樣 我要跟Q關不起來 我為什麼要講這個 不是這樣 所以我現在要考慮一個 因為我要考慮 函數的定義 我現在要考慮一個函數的定義 我要把它寫清楚 我現在的W是取得 是 S落在 R的 N-N裡面 然後我現在要求說 S0這個點 S0這個點是落在 Q交集 前面是 是 是跟我講是一樣 這什麼意思 這意思說是 你現在呢 有個 他記得Q呢 有發A0這個點 這是我的X 這是在 這是我的Y 因為一開始 我有個點 A0落在Q裡面 所以呢 你可以想說 這是我的點A0 對不對 因為就是 X座標是A Y座標是0 那我現在呢 有個集合是叫做Q 這邊有個集合叫Q 這是我的集合叫Q 它在RN裡面 Opensate 那我現在是考慮什麼 考慮 這個集合 跟 跟 這個 這個平面 就是RN 等於是說 是 Y-0的集合 所以是這個集合 所以我的W是這個集合 圖形上就是這個集合 對 就是這個集合 就是這個集合 因為這是Opensate 好 這樣可以吧 所以我W取 就是說 這個取出了X 然後呢 只要說 X0 就是在這條 等於是說 你跟這個 這個集合 跟這條相交的這個集合 對不對 因為Y-0 Q叫進他 那因為呢 因為這是Opensate 他跟他交集的東西也是Opensate 因為這個證明 因為這個 Q是Open 所以這樣也證明說 W是Open 因為你看圖就是很明顯 所以這個是 這個是我選的Opensate 然後我H呢 就是把它定義在W上面 所以 H是有D 因為你看啊 這個H 就是說是 所有的點X0 對不對 X0 也是路來Q叫進他 所以這個是有D 所以H呢 是 所以H呢 就是H 是從 W 從這個集合呢 打到 它打到哪裡 因為你要記得 大H XY 這是打到R2 對不對 這是一樣 就是 這是R 這在在R的N-N裡面 所以這打到R2 打到 因為這個 一開始的這個點呢 是在 因為它是從Q嘛 對不對 就是X 你說這個X座標 它在Q裡面 所以它是從 這邊過去的 所以G是打到Q的 所以這個是打到Q的 G沒錯 G沒錯 是 就是H 打到R2 沒錯 就是H 打到R2 沒錯 就是H打到R2 因為H是X0 它是落在R2 裡面 這個是應該開始D 是這樣子 所以H是從 上面到的函數 所以就證明 它真的是Graph over H 然後HD是在W上面的 所以這個就證明了 所以證明說 S交集 V呢 是等於Graph F 所以是證明 那我要證明它等式 所以證明另一個部分 所以我下面要證明說 這個Graph of F 它是落在S交集 V上 不過這也是 Graph of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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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到D 是等於 S HS 對不對 這個呢 這個 這個 Y呢 是等於 H of F 可是要記得 小HX 按到我定義 X等於是大H的S 因為我懂 然後這邊是 當 S是落在W上面 那我要講說 這個點 是落在 S也落在V裡面 這個 Tribute 為什麼 因為呢 我要講說 它是 這個 落在S裡面 對 我要證明說 它落在S 也落在V裡面 落在V裡面 落在V裡面是 基本上是 因為是 因為 因為呢 因為這個 因為這個 S 因為 因為這個點 就這個點 是 落在Graph裡面 它是 把它寫進去 其實它等於是 等於是 它等於是 X錯標是 X Y的錯標是 H大HX0 然後這個是 X落在W裡面 可是呢 按照D 其實這個就是 X的 H的S0 這個東西其實等於什麼 等於 按照我定義 G的S0 對不對 按照D H從哪裡來 H從G 小G來的 對不對 X HX0 這個點子哪來的 小G的S來的 可是G從哪裡 G是從Q打到Q的 G但是Q打到V 這反而數沒有抓到 它打到V對不對 因為它反而數是倒過來 所以G是Q打到V 所以呢 所以G是從Q打到V 所以它當然是 落在V裡面 因為這個 G呢 是從Q打到V 所以呢 代表 這個點 已經落在V了 對不對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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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的點已經落在V 我現在只要這邊 它落在S就好了 好 但是如果有時候落在S呢 我只要這樣 小G SY的數字 那一個 可是小G怎麼來的呢 我要代F 那 現在呢 我把它代F對不對 F 作用G 所以按照D 按照D 因為合成的數 S0這個點呢 是等於小F G的S 對不對 所以呢 可是按照D F G 已經知道它是F X 這是HX 可是按照D 這是等於是 F SY的值 等於是 S G S HX 這是D 對不對 F是什麼 F是 SY 打到 S G 這是Y 可是左右兩邊一樣 代表什麼 比較左右兩邊的式子 所以代表說 G X H S 是等於0 這是代表什麼 代表說 這個點是落在它的 就是落在S上面 因為S就是說 滿足 這個兩核 這個東西都是0 代表它這個點落在S 所以代表說 是落在 這個S 所以證明完畢了 對不對 因為 因為 這個 這個點 這個是代表說 X H X這個點 落在 V也落在S 所以代表說 Graph 落在它的裡面 所以代表說 這是證明的 所以這是證明的 所以這是證明的 Graph H 是8 因為它落在這兩極 所以 因為它落在它 也落在它 所以就是證明完畢 所以代表 所以這證明了兩個不整治 所以這代表 所以這代表 S交集V 是等於 Graph 所以證明V 所以證明V 所以其實是 這證明 其實也不是很難 就是說是 你要用它F跟G的特性 就是因為 F跟G做的 原始還正平 而且呢 F呢 是長成 這個樣子 這是我造出來的 那因為G它反而是 G在現場這樣 那你從這邊可以倒出 Graph是 HX 這樣 所以就證明完畢 這樣可以嗎 哇 終於講了 就這樣 反正在這邊一直沒辦法 卡在這邊 跟我們這個下輪 卡在這邊一樣 先卡了 卡了兩 所以這第三節 可以快受不了 我終於證完了 所以我們證明了這個 銀行數定 我們再看一個 一個例子 好了 這個 這樣可以嗎 其實這兩個證明 其實最好方式 你這個 從頭到尾回家之後 把它自己 想一遍 自己寫作變 如果想去 你就把這些 我們學的這些東西 就想得比較清楚 這其實還是一個 其實這個比較像是在分析裡面 因為圍記裡面 也不會講真的 可是因為 用圍記裡面的想法 它講的有點複雜 所以我講的 還是講個比較 完整一點的 這種比較 就比較有結構性的證明 OK 下面呢 我們來看看一個 就是說 第一個 這個檯子就是必要 就是為什麼 第一個 你這個不能通擊 另外一個就是說 這個也是必要 就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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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 是 這個 好 那 這個 一筆放在水里面啊 没冲 啊 还不够多耶 好 這個我們看個例子 例如說我現在考慮GSY 跟剛剛很類似 GSY是等於S連正下位 S是等於G等於 其實這個等於0只有一個點之外 只有0,0這點 所以這個點只有0,0這點 這個點是0,0,0 那可是呢 你知道它沒有反函數 因為它在附近沒有這個反函數 沒有,這反函數定點不是反函數 這個隱函數定點是不會對的 那附近其實沒有其他的幾 因為你要找一個open set 就是它是一個 一片的東西不是只有一個點 因為這邊是一個open set 所以它的函數呢 因為1點那不是open set 對不對 對不對 那這問題是因為它的規定是 它的這個dy是0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dy 這個 dy gsy 這等於是說 sy變成看對y做平穩 所以等於是2y 我先取一個點 例如說01 在0裡面只有一個點 在0點這個點 因為0點是落在 落在s裡面 然後 然後defential 對外的defential 帶0.0這個點 是剛好是0 所以你沒有反函數定義 所以 所以 你不能夠apply invert function series 對不對 不能apply implete function series 所以 沒有 你不能夠造 就是它這個解 因為它解空間這個點 就是它解空間這個點 你沒有辦法造出一個 這個 硬微的 的圖出來 可是呢 剛剛 休息一下 這個 就剛剛我們講另外 可是你這樣 改成 減掉1的時候 就不一樣 因為它就是 變成是 它的解空間 就不會是指一個點 它就會是 至少是一個 硬微的東西 我們稍微再講 好 先休息一下 現在我們來 現在我們來 其實剛剛我已經 有解釋說 那個 圓的問題 我們來看另外一個例子 就是 看一個稍微複雜的例子 就是這個 只是跟現在的 沒關係 這個 這個 先考慮這個題義 就是叫SO2 所以這個 就是 代表 這是一個 我講這二層的題目 只是 對 就是 對 就是 好 那它的這個 從這邊寫 我考慮這個 O2呢 是二層二的 這個叫 Also-Gonometric 就是它是一個 一個二層的題目 它是你們 是 是Also-Gonometric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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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 transport 跟A 是 代表說 這個它的 這解釋說 是它的這個 Color Width 是一個 Also-No-Based 對 這代表說 所以它把 我可以把二層的題目 來認真 R4 就是我 對這個 A 我把它 就是 二層把它叫 S1 S2 S3 S4 A 是在 O2 意思是說 它的 Color Width 是一個 Osom Basic 就是 Color Width 這個 S1 S3 跟 S2 S這個 Color Width 是一個 Osom Basic 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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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3 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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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4 O2 O3 O1 O2 O3 所以我可以滿足這個equation ATA等於AT等於是Transport 就是ST 對角性不變 然後非對角性互調就是S3 這個ATA是Identic的意思說是 我剛才講的我過頭 我還是寫下來講中不知道它幾個因素 這個矩陣 這個AT乘上A 我寫錯 2、3 這是AT 乘上A是S1、S2、S3、S4 Identic等於是B0、0、0、0 所以是四個方形式 所以這個方形式就是 第一個成這個 其實這個長度是1的意思 代表這種S1、0、0、0 S3是平方 難怪怪的 我哪有超錯 沒錯 因為ColorMaker 所以代表Color常識之一 這個是S1加S3等於是8 然後一個是 就是這個乘這個 這個就是S1乘上S2再加S3乘X4 對不對 Stand in 對不對 等於這個部分 那這意思是 這兩個像樣是垂直的意思 你看 這兩個像樣是垂直的意思 S1、S2再加S3、X4 第二個方形式就是 這兩個像是垂直的意思 另外一個方形式 這個乘這個 就是一樣方形式 所以不用寫 因為這是2、1、3支 跟這是一模一樣 因為垂直 所以它的另外一個可解就是 2平方加S4乘X4 對 所以只有三個可解 另外一個還是一樣 另外一個是S2、S1 再加S4、S3等於是 這一個跟這一個是一樣 所以只有三個可解 就是 ATA等於是 表面上看起來有四個方形式 可是因為這是對稱的 這個相成之後是一個對稱的 所以只有三個可解 所以只有這 所以SO2可以看成是 在R4裡面的點 滿足這三個方形式 所以我會把這個O2 看成是S1、S2、S3、S4 落在R4裡面 然後滿足這三個方形式 就是滿足S1平方再加S3平方 減掉1等於0 第二個方形式是S1、S2 再加S3、S4等於0 第三個方形式是S2平方再加S4-1等於0 這樣可以嗎 所以你可以把它看成是在 R4裡面的點 滿足這三個方形式的點 因為這個如果是把矩陣 你永遠都可以把矩陣看成像一個相片 直接把它排列好 所以我把一排排列好 我現在是用韓 是一開始剛剛對付 所以它滿足 那是什麼意思 我怎麼這個東西跟反彈數定理 跟比不上方形式的 因為它是方形式的點 等於是這個矩陣呢 這個O2其實是一個矩陣 滿足三個方形式 這個就跟我們這個設定一樣 對不對 對不對 就是它滿足這三個方形式的點 好 那我現在這個 這個函數呢是定在R4上面 所以我現在這個定義 GS1 是S1、S2、S3、S4 第一層次 這三個方形式等於是 S1平方再加S3平方-1 第二個方形式是S1、S2再加S3、S4 第三個方形式是S2平方再加S平方-1 對不對 所以O2就等於是G等於的-1 所以呢現在 所以O2呢 這個O2 the cell of transformation 就是看來就是 所以這個 the cell of transformation 等於是一個點 一個在R4裡面的點 滿足G 這個S1、S2、S3、S4 那一個方形式 G是從R4打到R3 定義來正方形式 我要重新拼命的G GX G1是 1、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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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個等於這樣 對不對 所以我要看說 你要記得這邊是三維 所以這個集合呢 如果在這個點裡面 它可能可以寫成一個 一維的graph 就是因為它變成 因為你想看 我有四個自由度對不對 我有三個房子 所以它的解應該只有一個自由度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要看說 它是不是後面 因為這三個函數 比如說我要看看 是不是後面三個在這裡面的東西 後面三個可以寫前面這個東西的函數 所以我現在假設 這是我的x 這是我的y 對 後面這三個變數做平溫 我現在要算底區 對 後面三個變數做平溫 s2 s3 對 這三個變數做平溫 然後帶s1 s2 s3 s4 我現在算一般的 所以這意思是沒意思 這個函數呢 對s2 s3 s做平溫 這個東西沒有s2嘛 所以這是0對不對 然後呢 對s3做平溫 所以是2的s3 對s2做平溫是0 這是0 然後第二函數 對s2做平溫是1 對不對 然後呢 對s3做平溫是x4 對s4做平溫是2的s2 對s2做平溫是2的s2 對s3做平溫是0 對s4做平溫是2倍的s5 好 對 我總是比較寫錯的人 這樣子 1 2 真的是寫錯 這邊應該是1 2才對吧 好 иной2寫錯了1 2 因為我是 我的向量是 等一下多了 一、三、二、四 我應該沒算出來 因為我是 我的作用是用 一、二、三、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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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是寫 一、二、三、四 我的矩正是這樣 所以按照Coin SE平方、S3平方等於1 然後S2平方、S平方等於1 然後一、二、三、四做內容是裡面 所以我現在我要取 我現在取一個點落在裡面 就是說我現在找這個 這個 想清楚 這個舉證怎麼 這個說是SE S2 S3 S4 這個矩正 的Transfer 再乘上 SE S2 S3 S4 Transfer 它等於是1001 我的矩正 我現在取裡面的一個點 例如說 identity 我看一下identity 可以告訴我 例如說 這個 當 1001的時候 對不對 當的時候這個 1001 但是落在 O2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就變 要帶這個Defential 這個函數 再對 S2 S3 S4 可以 代到 S1 S2 S2 S3 S4 S1 這幾乎是多少 還是這三乎三舉證 把它帶給你看看 所以這個 SE 所以這個 0 我們把它先放上 0 S3 是 0 所以這個 SE 是 1 S4 1 S3 0 S2 也是 0 S4 1 不過你看這 這個舉證 這個舉證其實是 定義的 對不對 因為它Determine是0 因為這個Determine 你可以看是像這個舉證 這個Determine是0 你沒辦法用 因函數定義 這個Determine 在 1001 這個點 它就是0 我沒辦法用因函數定義 所以 這個點方面 我沒辦法寫後面三個 變數了 可是呢 我現在如果說 考慮 就是說 現在問題是說 因為我們 就是後面上的編輯 沒辦法用S1 來寫的這個函數 可是呢 我例如可以算 我先來算這個函數 我現在算這個Difential 我現在算 Difential整個G 這個S1 X2 就算整個東西 然後我要裡面找一個 三乘三的舉證 它是一分頭 我現在來算 所以算是這個樣 對S1做偏偏會認對 現在 要怎麼偏偏 對S1偏偏是得到2的S1 對不對 然後其他一支造差 對S2偏偏就是有點0 0 2 S3 0 然後對 對 第二個難處對S1偏偏是得到S2 然後對其他一支造差就是 S1 S1 S4 S3 然後在這個函數對S1偏偏是0 然後對這2S2就是0 2S4 你如果看這個矩陣的話呢 你看看這個三乘三矩陣 它的Determination是什麼 就是40的區域 不是0的區域比較高 為什麼 因為 因為你現在呢 我現在來看 我現在來看 我把它帶到E0 帶到I0 帶到I0就在E0 01正前 我先把這個算出來 對 等於是 這是一個三乘四的矩陣 所以呢 這是1 所以是2 0 3是0 這是0 然後2是0 1是1 4是1 3是0 然後再代言是0 2也是0 然後這個是0 我都剩0 麻煩 我剩錯了 我先知道 沒有問題 這是2 所以你看看 哪三個Color Valence 是限定讀一的 哇 這邊剛好 這邊考慶在讀 哪三個Valence 是Elemented 1 24才Elemented 對不對 是不是 蛤 看得出來了嗎 因為這三乘四幾天 你若許這三個 這兩個一樣 所以它算Elemented 所以呢 1、2、4是ColorElemented 所以呢就是這個 所以代表說 1、2、4是 是Lineering平等 對不對 所以這代表說 我如果說底區 對不對 你要記得喔 現在是對 S1、S2、S4做平分的時候 對 S2 對 從對S1的編數 對S2的編數 對S4的編數 做平分的時候 帶到 1001這個點 其實就等於是 你想清楚就是 200這個矩正 010這個矩正 002這個矩正 對不對 所以它是Nonsingured 好 好 所以呢 我們剛剛 就是剛剛那個 Imprisoning 它是可以 你可以坐標 可以把它 庫 就是說我剛剛是用後面那三個 對不對 可是你也可以用其他的 只是說 你可以把它這個坐標 對調而已 對不對 所以這代表說 你可以用 第三個變數可以寫的是 就是說 這三個變數可以寫是x3的環數 用剛才的環數比 所以有這個 另外還有一個變數就是x3 代表說這三個變數都可以寫是x3的環數 所以代表說 所以代表說 這個near這個identity 就是1001這個 這個 這個 當O2的點 就等於是x1 x2 x3 x4 滿足那三個變數就是 x1 x3 平方 等於1 x2 等於x4 平方等於1 x1 x2 再加 x3 就等於這個點 等於這些點 對不對 我現在因為我是 對 對 1 2 是做平衡的時候 他是 這個 這個 他可以寫 就是x1 可以當成一個變數 所以代表說 他可以寫的是一個 存在一個 就是 fgh 他可以寫是 f of x3 這個 g of x3 這個 x3 h of 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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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多少 1 2 3 靠近0的時候 對 因為x3 卡在這裡 所以說 我說這個形式 比如說 是說 mear 在這點陣進了 這個集合 可以寫 Graph over x3 就在這點附近 它呢 can be written as Brought of x3 代表說 x3是你的變數 另外三個東西是它的函數 再給了 好 所以這是一個傳達數定 其實你可以證明說 你可以證明說 其實這個矩正的rank一定是3 所以在一點附近 你都可以找到一個座標 當成是自由度來描述其他三個變數 這是個好題目的 所以你可以證明說當你所有的點 滿足這些方程式的時候呢 這個矩正的rank一定是3的 它不會有說 好 其實我寫個march 證明不是很難過我 需要一點點在 所以你可以證明說 defensial區 rank有這個defensial區 一定是3 一定是3 這個O2上 那你就可以代表說你給我一個矩正 它你有三個東西是限定獨立的 那代表說你可以把其中一個變數 拿來描述你的這個 你的這個這個集合 就是O2 只是這代表旋轉矩正 不完全的選 因為我沒有講determinant的意義 因為這個是選就是 osial-osal-conversion-formation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這是一個 引頒數定理的運用 就是說我們之前是講 用後面的座標 可是你這個座標是可以選取任意的 那 就要你要記得 那個我們的題目是 我們的問題是說 dyg對不對 對 那它集合就可以選擇是 s hx 就是y這個對這個變數的 這個微分不等於的時候呢 你可以把其他變數來描述你的這個 函數的0根 就是x4 所以剛剛這個是1、2、4嘛 所以剩下的變數是x3 所以那個集合就可以用x3來描述它這樣子 結果你要想的是那個歷史是這樣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們去幫他這個引頒數 下面我們要來講一下說這個 因為我們這證明說引頒數的存在 例如說這個函數的 就是說這個 這一集你可以找到裡面的函數 對不對 那這個函數的微分呢 它的高級也不會怎麼算 我們現在來看一些例子 這樣可以嗎 好 我們下面看一些 所以我們常常在用起來是考慮 這個m次的定位的 就是這個打到 那它這邊是一個 一個 所以我現在考慮一個 其實大部分的時候我們是考慮 所以我們可以打到 英偉藍數 就是 打這個分子大於等於各方 假設是f 就是說其實 我應該寫一個remark 就是說你這邊其實 這個如果你可以定義證明說 不過這個證明算比較困難 雖然你如果假設說 這是ck的時候呢 你證明也可以把它提高到ck 只是證明能比較複雜 所以我們就 因為在反應數定理的時候 也是一樣 就是這邊是可以做到k階平衡的時候 這個k階平衡也存在 那我假設的話是 c 假設c2 我要做到2階平衡 好 那 是你如果說 你知道說這個s呢 是等於 是這邊我先 f等於是這一點 n的點 這個函數呢 滿足的方式 s1到s1等於 那這定理其實可以寫得比較具體 具體什麼意思 就是說 我這邊是要求對外眾偏問 是0 那因為這個是一個 一個 一個函數 因為只有一個函數 就是這個f而已 所以其實你可以寫鬼一點 就假設說鬼的f 就這邊其實是 如果是1等0的話 對不對 因為這個規定不等於 代表說你其中 對某個變數一定不等0 因為這規定f是甚麼 但是代表說這個 這個 partial s1 partial f 所以正點不等0 所以正點不等0 那這個column 背的不等0 代表說一定存在一個變數不等0 對不對 所以就代表存在一個 我先選一個點 特別的點 1、1、2、1、2 不等0 這個值得在上面的點 所以我給一個點 都在上面 然後這個鬼一點不等0的時候 代表說 在這個點叫A 它不等0 對不對 這個 這是一個 在R裡面的一個像量 它不等0 代表啟動一個變數不等0 以為很不等0 所以存在一個k 使得說 partial sj partial f 在A這點 是不等0 對不對 所以這代表說 這個就是我其中的 因為這個只是 因為只有一個變數 所以這個就對了 所以對這個變數而言 對不對 它的微不等0 那代表說 這個函數呢 Dj函數 可以用 其他那個秒數 代表說這個 near這個點 我還不接點 就是near這個點 near這個點 near靠近 A1到 A2這個點 這個s呢 can be can be written as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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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因為要記得啊 就是把 這個變數去掉 就是 s1到 sj-1 sj去掉 這邊是s² square s可以寫成是 第1x的變種可以寫成是 我们的这个 sPor wäh enter 這是dj的bate j's position 然後這是dj加1 一直到n 那這邊呢 就是st到s 就是到s j-b s加1 這個date是靠近哪個date 靠近a1到a的j-b a的j加1到a 因為你有 你自由的方式 有n個自由度 對不對 所以靠到一個方式 是有n解一個變數 所以你的解空間 對 這代表你的解空間 這是代表你的解空間 你的解空間 在這點附近 可以寫成一個 j寫成一個n解一個變數 因為這個一共有n解一個變數 對不對 可以靠到dj 對 n解一個變數 所以國語不等於的時候 在每一點附近都可以寫成 它的解空間都可以寫成 是一個函數的圖形 只是現在函數是 不是用前面剛剛那樣子 因為我剛剛的證明是為了簡單起見 不過那證明你想看 剛剛的證明就是你只要把d這個取出來 就是你對y的這個東西呢 是non-simile的時候呢 代表說你的解空間 可以用其他的變數 對不對 就其他的就是 除了y之外的變數描出出來 那現在是 對sj的配分不能言 所以對 就要代表你的解空間 可以用s1到sn 可是把sj去掉 把sj去掉 這個哪裡當自由度 描住你的解 所以這代表是 那這個其實就是一個 其實你可以證明說 它其實是一個 如果說每個點都不等於你的時候 那其實它是一個samevil 因為它這個 它有大陸可以寫一個圖形 其實這個在form 因為沒辦法 沒辦法這個 因為要 它定義所謂的這個流行 或是samevil很複雜 不過我稍微講一下 你可以以後你們知道 s是一個samevil 這個當然我們沒有定義 因為這個叫做大陸 大陸有所謂的 我們看個例子 例如要看 這個s1 就是s3 sn-1 是等於s1到sn 對不對 s1比方 再加sn比方 是等於s2比方 對不對 那你算這個 所以f呢 f就是等於s1比方 增加s2比方 減到1 對不對 那它軌一點f 軌一點f 是等於2的s1 對不對 2的sn 可是這一定不是0 為什麼 因為這個東西 平方加1等於1 所以這個不可能是0 因為這個 這個東西是在s的時候呢 這個一定不是0項量 所以軌一點m不等於 因為這個不是0項量 那代表說 軌一點f 在s上面 不是0項量 不是0項量 所以呢 它就是一個 指流型 這個我們當然知道 因為你如果是 三圍的時候 它就是球 對不對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s 我看不出來 我看不出來 好 那 其實這邊還有一個 一個特性 就是這個 因為它是一個 n-1為的子流型 就像是一個N-1-尾的曲面 你可以考慮它的切項 其實它是它的法項 所以我下面再來講一下 到底可以嗎 我這邊在講 你如果可以有一個集合 它是某個函數的解空間 就是一個函數 這是一個變數的法 如果說它在解空間上面的點 歸一點不等點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集合 因為它在每一點附近都可以寫函數的圖形 所以它是這樣子拼起來 就是說 這個其實是它的法項量 而且呢 這個Granium F 如果不等於的時候 那 這個 就是這個東西是它的Unimomo 因為它不等於所以我給它除掉長度 你知道它是第一個Chyber survey嗎 那個Milk 這就是第一個Chyber survey嗎 這是第一個Chyber survey的 這是第一個Chyber survey參與 如果是啥才能動的 我覺得它可能 het Ease 沒有像是Chyber SAP的 是不是不是 它可能會使用的 這個問題嗎 我們證明一下 所以剛剛 所以剛剛我已經證明說 在每一點附近呢 它都會顯示是N個變數的圖形 那因為在1點附近 我可以假設譬如說 假設是 就是我假設是在 我可以假設說 我假設說 我給別的點 它第N個座標的 可以不會不等級 因為只是一個座標標 所以它叫A A 在這個點 A1到A2的時候 這個 就是 S呢 S呢 是可以顯示 S1到 S1-1 就是 F 就是 大空間這裡的附近呢 這函數呢 可以這個集合呢 就是 這個集合呢 可以顯示 這個的圖形 對 Craft over S1到 S-1 然後呢 這個 S1 跟 S-1 多少 N-1 它是 N-1 具樣 -N-1 它是N-1 它是N-1 它的N-1 它是N-1 它是N-1 N-1 以N-1 它的IsN-1 N-1 它是N-1 它是N-1 N-2 called N-1 所以在這點附近其實它是一個好的 去上個函數組織一樣 就是一個n-1變數的函數組織 所以它是一個 它有 所以我知道它在附近就是一個好的 那下面呢 我要算它怎麼算的籤像量 籤像要代表說你的這個 其實也可以用這個來看 就是說什麼是一個切向量 我現在不是在講說這個附近是好的 那什麼是一個切向量 就是說我切向就代表說 一個曲線落在你的曲面上面 然後呢 它的切向量就是它的切空間 就是這個 這個 Tenon-State 就是這個 Tenon-State Tenon-State 切向量 Tenon-State 在這一點 Tenon-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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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在這一點 所以你可以想的是,等於是所有的切項量 當γpγ0是只要經過A這個點 γt是落在S裡面 它的在0點的微分,當p構起來 就是落在曲面上面的曲線,經過A這個點 那點的這個曲線的微分 曲線的微分,因為這裡變成p 那它就在結封量 所以我們來看看這個會怎麼描述到 因為現在我的這個曲線,曲面是第一層 f over x1 to xnp 所以我現在γt呢,就γt是哪? 我曲線是x1t到snp,對不對? 因為曲線可以評測它 那落在S上面什麼意思? γt落在S上面代表說f,知道了什麼? 就代表說f這個γ1t γt是0嘛,對不對? 所以代表說f這個s1t到snp 比較少 那因為我得到微分的訊息 所以γt這個,就是γt呢? 就是這個γt其實代表說s1對要做配合對比 這是我切項量 然後我怎麼去得到這個選集呢? 因為我知道f這個γt是0 所以呢,我對t做配合是0 所以t微分真的是0 這代表說呢,對t之後做配合是0 對不對? 可是這個微分是什麼? 這是確認的 這是代表說,微分代表是 grading of fs1t到snp 對不對? dact這個為之chain rule chain rule 是,因為代表辨識這是grading 然後這個可以為dact dact的dγ 或者是sdact s1t sn't 那都是0 對不對? 這是圈入 因為做微分都是0 那這個為甚麼? 那是grading f dactγt 這是圈入,對不對? 所以pettino代0進去的時候呢 當代表辨識是grading of f 當0代表辨識的時候 這是s10 這個就是我的 這個就是我的γt'這個vectum 對不對? 因為這個定義,這個東西就是怎樣? Evator在0的時候就是γt' 可是呢,這個東西等於是在grading f 在a的值嘛 所以這代表說 這個向量 這個向量 跟所有的切向量都確實 所以當然是法向量 所以呢,代表說 這個 這個代表說 這個grading of f a1 to an 它是osogon 垂直 to all tenement 所以有切向量 所以有切向量 哇,因為這是在一個 這是切向量 因為這是在n微空間裡面 那 因為這是一個n解1微的曲面 所以它的這個切向量空間的維度呢 就是n解1微 所以這個就是它的法向量 所以 這邊我沒有很嚴謹 因為一波這邊可能要用來直解 就是 因為這是一個 所有的這個切空間 tenent space是n解1微 因為它 這跟這個維度很關係 因為它是 函數 它不讓我們n解1變成 所以它的切空間是 dimension是 dimension 這個tenent space 真解1微 所以呢,這個就是它的法向 所以我們看來你說 這個農方的分別 就是它的法向 因為法向就是說 跟切向垂直的那個相對 所以呢,把它除上它的長度 就是它的n1倍 所以我現在是一個點圖 所以我現在是一個點圖 所以這個就是 最怕出於它的長度 所以它是髮像樣子 所以其實這個比落來看 其實也蠻 我們再回到剛剛的圖形 我們看三個 就是小運的 S2 是等於 SYZ 對不對 X比方再加 Y比方再加 Z比方-1等級 所以現在F呢 SYZ是等於 S比方再加 Y比方再加 Z比方再加 Z比方再加 對不對 在S2上面的圖形F呢 我剛剛算過的 這等於是 2X 2Y 2Z 對不對 所以你出於它的長度 出於它的長度 其實它等於是 因為 S比方再Y比方Z比方等於E 所以說它的長度 其實告訴我就是 SYZ 應該沒有問題 因為這個 算小嗎 這圖形F的長度 對不對 等於是 是根號的這個 2X比方 所以是4X比方 再加4Y比方 再加4Z比方 對不對 H比方再加Y比方 Z比方等於E 所以是等於 是根號是2 當 XYZ 坐在這幾個 就是 我現在在 就是UniSpeed S2 旁 因為S2人家 我想在電腦等於1 沒有麥克風 但是不沒電 所以呢 所以這個就等於2 對不對 所以這個Grade M 再除以它的長度 Grade F 再除以它的長度 總之除以2 就是等於是 SYZ 好 所以這是它 UniSpeed S2 可是這是明顯的 為什麼 因為如果想看 這是球 對不對 這是球 SYZ是它什麼 位置彈數 對不對 這是它的位置彈數 對不對 那這個位置彈數 當然就是它的 它的切空間其實比較垂直 就是這個 這個是它的法向量 對不對 就是說這個向量 是它的法向 因為呢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 就在這點附近的 在這點附近的 它切向就是這個東西 好 大家應該很明顯 如果這是你的球 切向就是這個平面 對不對 那平面告訴什麼 跟位置彈數 垂直 這個告訴你 跟位置彈數垂直 就是這個是 就是這個 這個向量 告訴法向量 在SYZ上 就是這個向量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嗎 就是Tenium Space 把它切空間 然後這個就是 這個是法向量 就是這個方向出來的 就是法向量 好 所以這個 你可以用這邊把切面方式寫下來 就是我把 正在回到剛剛這個 例如說這個 這邊我有點歷史奇異 所以可能講一下有點亂 就是這個 這個 剛剛 我再回去剛剛用的例子 就是我已經知道它是一個 鬼點不等於的時候呢 它的這個法向之道 可以把切空間寫下來 對 我再回去剛剛的remark 剛剛這個remark呢 就在這一點 在這一點 在這一點 A這一點 在這個 曲面上面 剛剛的那個定義 就是我現在假設說 我把它寫成一個敘述 就寫成一個 一個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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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假設s呢 就等於s1到sn的點 這個f of s1到sn的點 好 我現在知道說 補一點點 f s1 sn 不等於的話 所以這個只要一點就可以了 不過 其實不需要你的點 不是一點問題 我們現在就 假設說 一點不近的點 因為這證明是一樣 就是一開始 A呢 然後這係數小 A1到 A2 是屬於s 而且呢 因為這是一個反正點 鬼點 f在 A這點不等於的話呢 代表說它的 equation 我們先進去 分別的 切平面 切平面的這個方式呢 是 可以寫的是 是s1-a1 s2-a2 sn-a1 因為這個是到切平面 所以這是一個切相量 跟 古偉點 fA 代表說 因為這個代表說 這是一個 因為在切平面上面 在A的切平面 代表這是一個 tension factor tension factor tension factor 就是說 跟法相量垂直 所以這是它fundance 這個 這個要賠償點 因為我們的圖是什麼 就是說現在呢 我知道說 這個點是我的 a1到 a1 這個點 對不對 這個是在切平面上面 是s1到s n上面的切平面 所以這個 這個向量 A減到A 這裡就切 切向量 所以它就要跟 法相量垂直 因為我們定義呢 法相就跟切向量垂直 所以 這是我的法相 這是土方 這是90度 所以這是我的 所以這就是它的切平面方式 因為這是法相量 法相量當然跟切向量垂直 什麼切向量 就是 你的切平面到你的那個頂頂 就是你的那個 所以我們圖應該說 這邊有個曲面 再畫一下下 就是我現在呢 有個曲面 對不對 曲面 這個曲面呢 是 f x 等於聯合計 然後這邊有個點 就是 A 這點是 A 好 它上面有個切平面 對不對 切平面呢 我上面有個 有個 法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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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有一點 f 所以呢 這個切相量的方式 切平面的方式是說 這上面點這個x 對不對 所以就是 A-A跟它一樣取緻值 這個相比可以講 是A-A相量 A-A這個相量 跟法相量取緻值 所以就得到這個方式 所以就是切平面的方式 所以我們就會利用 在附近就可以切平面式存在 而且可以利用這個規連 把切平面的方式寫下來 所以這是第一部分 下次我們再講 這是它的集合 那下面呢 下次還有這個講 就是我們 寫了函數的時候 那函數的偏分是怎麼回 現在沒有誰講 不過那等下 OK 所以呢 我們就 我講的部分跟書本 有一點關係 可是沒有太大關係 因為跟書上這邊講的 有點 有點太多 就是這個 是我也不知道 我現在是講書的哪一部分 講大概講大概 我 我是輸了一部分沒錯 也許我再把他這邊 這個 還在拍出來 我講哪一部分 這個